学校的文化制终于要开始了 冰果也要开始买了 但文化制到底会不会顺利举行呢 还是会有意外发生 究竟凤太郎可以懒懒闲地 弃弃整个文化制呢 还是在外流的我好奇攻势之下 依然要退理呢 大家好,我是思思客 今天我就讲冰果 喜欢影片的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观众频道 还有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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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文化制的第一天 凤太郎在家准备去学校 凤太郎的姐姐已经在海外回到日本了 看着凤太郎出门口 姐姐还说 古迹写的文化制 这条传统是不会太平静的 凤太郎就说 为什么有这么麻烦的传统呢 姐姐之后就想一枝钢笔送给凤太郎 笔已经没了墨水了 笔头还要开得差 凤太郎就这样出门去到学校 共理智在中途遇到医员 医员因为是漫画研究社的成员 所以cosplay了个角色 大家猜猜一下 医员在cosplay什么角色呢 猜猜那个有奖的 但医员似乎有点尴尬 他不是太想提起cosplay这些这么窄的词 回学校之后 李智就先去手艺舍 凤太郎和医员就回到古迹社 去到古迹社的厅部的会室 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印了200本的冰果 怎么卖出去 这个时候 李智就在手艺舍赶回古迹社 原来 之所以有200本冰果 是医员落钉的时候出错 原本只是想印30本 但结果就有200本 虽然一本200日已经很便宜了 但卖200本出去 已经是个难题 古迹社没什么名气 会设的位置又偏僻 卖200本 根本是无可能的 所以他们就想问一下总务社 看看有没有机会 加多个摊位买书 而李智就说 总务社的社长 田明边智郎 Tanabe Egino 可以问一下他 可不可以加多个摊位 李智就想介绍 由总务社负责的 文化制度蓝书 还说他用他的职务之便 将古迹社 写在当眼的位置 而说服总务社的工作 就是由爱留来做 李智就负责在不同地方宣传 继续做Social J 而医院 因为蔓延社有事要做 就帮不了手了 冯太郎当然是负责首会室 是最兴趣的职位 古迹社 今年的目标 就是要卖完200本冰果 外留 涉嫌到会议室 找总务社的社长 但中途 见到其他社团的活动 忍不住 参加到书法社 和歌牌社的活动 参加完活动之后 爱留 终于去到总务社的会室 他在会室的门外 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海报 之后爱留 就和田明边说 就要珍贴贪位 但田明边就说 他不可以偏袒古迹社 他不可以今时 给特权理人 珍贴一个贪位 不过 就坚坚爱留 去其他学会 看看可不可以在他们那里寄 而另一边乡 守会室的冯太郎 就非常之行气 他们走出走廊 打开走廊的窗 看着操场的青唱社 阿卡比拉布 凤太郎 好气地听着青唱社的歌声 表演完之后 凤太郎 都有拍下手 表演之后 凤太郎就想回会室了 但就刚巧听到 青唱社 说他们不见了他们的苹果汁 而且 还有一张好奇的日子 留在饮品箱之内 但凤太郎听完又算 没有好好奇就回会室了 之后 就会非常punk的同学 来到古迹社会室 punk同学买了一本冰果 总留意到 凤太郎的那支钢笔 punk同学 是服装研究社的成员 觉得那支钢笔 可以做这些衣服的配件 而作为家换 punk同学 就把他们写fashion show的VIP牌 给了凤太郎 虽然 这个牌对凤太郎来说 跟那支钢笔一样 都是这么没用 回到外流那边 他本来 应该是找其他社团去寄码的 但中途一个不小心 又参加了 社真社的影响活动 而在操场 猜谜社 在举行猜谜大赛的御赛 头上的大吐星的李智 就参加了比赛了 希望 有机会可以宣传古迹社 作为资料库的李智 过五关 斩六仗 成功进入决赛 而同样入决赛的 还有个三年一班的 谷维志 李智早就认识他了 他是维棋社 Ykobu的成员 他很想和李智一决胜负 但李智 似乎不是太想理他 李智 上了猜谜决赛的台之后 就开始介绍自己了 还顺便 帮古迹社宣传 很中意地 叫人买冰果 结果 波多同学都拍手 成功 宣传到古迹社 而同时 外流拿着一大堆纪念品 回到古迹社会室 他说 原本想找入水师姐 去寄买冰果的 但未去到 就参加了一大堆不同的社团活动 拿着一大堆的纪念品 所以就想回会室 放下纪念品 再去找入水师姐 放下纪念品的外流 离开会室之后 凤塔囊就发现了 纪念品之中 有几张照片 而外流 在去找入水师姐的中途 有遇到一个相熟的人 就是占卜研究社 YUNAI KENKUKAI 的十文字同学 的日文很难读 十文字就告诉外流 占卜写的塔囊牌 不见了一张 就是不见了命运之论 这张牌了 还有人留下了一张字条 说占卜写 失去了命运之论 处名就是叫十文字 外流就奇怪了 为什么要换十文字的名字 来处名呢 那个人还留下了多张字条 说文化制之后 就会归还室物 似乎是个好人 而当初小偷留在纸的底下 其实还有一本文化制的导览书 揭了导览书的最后一页 也就是古籍写所在的那一页 同一时间 是猜迷大赛的现场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阶段了 主持人的问题 就是学生会会长 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最后一个配角答中 会长是叫陆山中方 KUKAYAMA MUNEYOSHI 我连我的天才读到 还没读到对 你也知道 并不可惜自己得不到冠军 因为他在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他身边的谷慧芝 就非常不矩 因为没跟李智分到胜负 之后他又提起 他们的围棋蛇 发生怪事 尤其被人偷了几粒 犯人还留下纸条 说自己偷了棋 好在 平时很少会用完所有棋 关完怪事之后 谷慧芝 又会想跟李智决一胜负 但李智 根本没兴趣决胜负 所以随后说 明天有个比赛 就是在攀任写 Oyori Kankukai 的攀任比赛 这个一定读错 完全不懂得验读 谷慧芝就说 好啊 明天的攀任比赛 就得决胜负 回到会室 冯太郎在观赏 爱留在写真写景的照片 这个时候 一个圆艺写 NG会的同学来买冰果 他听听李智的宣传仪来买的 冯太郎 走向他的腹囊爆胎 于是 他拿服装社的VIP牌 后面的扣针 被同学扣着腹囊 如果搭借冯太郎 同学就以一把手枪作为家援 手枪其实是水枪来的 因为原艺部的活动就是烤番薯 水枪就是用来做灭火的 冯太郎就问 那么我拿了之后用什么灭火啊 那个同学就说 手枪其实只是来备用而已 主武器是他杯子上面那支AK 另一边上 曼然写的人气都不是特别高 河内施者就抱怨 因为社刊写漫画评论 所以没有人有兴趣 而曼平的主意就是由医员提出 医员本来都是不想惹事的 但最后都是跟河内争论 说曼平是有意义的 但是河内就说 漫画有没有趣 根本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他评论根本就是多余的 自己看才是最实际 但医员就不认同了 他认为有些漫画 是人人都会觉得有趣的 不同漫画之间的水平差距 是绝对存在的 就例如上年曼然写出的漫画 《墓城富骨》 问河内有没有听过 河内的表情有些变化 说没有听过这本漫画 医员就说 明天就带给河内看 那么你就知道 曼平是有意义 有些漫画 就是人人都觉得有趣的了 争论结束 医员一回头 就发现多了人的曼然写 原来 是社长或者提高人气 在每室门外 贴了一张字写住 少女之箭 曼然社弄在唇窗施箭中 不可错过 艾楼也看到这个公告 但看到的时候 争论已经结束了 不过社长就说 明天还有第二波的争论 几日来看 第一个文化就是 接近尾声 中人回到古籍社 你自己宣传好有效果 买了14本的冰果 而艾楼就不是太理想了 因为他最后都是找不到入睡 他甚至 找个逼部社 他们都不肯在校看 报古籍写的事帮他们宣传 艾楼虽然很好奇偷塔罗牌的事 但眼见现在小情告急 就不好意思 和凤太郎说我很好奇了 今天的冰果 还剩下173本 正当大家准备回家之制 艾楼就发现了 在桌面上的照片 照片的信封开了 并且独立放在纪念品的另一边 艾楼就猜到 凤太郎看过他的照片 立即红到面了 而凤太郎 只要自己追外流的事被揭发之后 都非常尴尬 晚上 议员回到家之后 就不停找那本《冒城孤骨》 但一直都找不到 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只是找到另一本漫画 《Body Talk》 一本的水准还差一点 虽然已经不差了 但还没去到《冒城孤骨》那么好 第二天 议员带不到漫画回去蔓延舍 所以就跟河内道歉 但河内的反应 好像没什么事那样 不要紧了 做事啦 今天的烹饪比赛 三点半就开始了 要三个人一早去比赛的 所以理智就找了外流和医员一起去玩 但是医员 要在漫言社华海报 所以 要最后一个才出场 理智希望 今天的烹饪比赛可以获胜 有机会 作为估值社宣传 而今天 外流继续加油 找地方机卖冰果 外流 找到入水师姐之后 师姐很快就答应了他们寄买了 不过 要降价到150日圆 和他们的电影小冊子一起卖 外流 非常感谢入水师姐肯帮忙 之后 外流又问师姐 如何拜托人 才是最好的 因为师姐 好像很懂拜托人 入水师姐 就跟外流说 拜托人做事 就有几个要点 第一 就要诱导对方 主导为你做事 要做到这一点 就一定要给对方 精神上的满足 就例如 令对方认为 自己是深受期待 这样对方 就会帮你的了 第二 不要把这件事 忽然太严重 令人觉得 这个只是举手之路 但是可以帮上你一个 不大不小的忙 还有最后一点 入水 贴近外流的耳边说 找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 单独禁 拜托异性 听到入水师姐的贴士 爱流有如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同一时间 有两个南瓜人 来到古籍写日会室 原来 他们是点心社的道府推销 他们去sail冯太郎 去买他们100英的饼干 其中一个南瓜人 见到桌面上的水枪 就觉得很帅 如果拿起枪去推销 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冯太郎就说 你们可以用两包饼 换一本舍汉 那枪就给你们 南瓜人认识了 还给冯太郎 多一包面粉作为家换 南瓜人走了之后 冯太郎就拿出200日 放入钱盒里面 攀任大赛开始 谷慧之 带了个家开了亭的同学帮忙 我不知道什么是了亭 但是google了一下之后 发现好像是一些 淫邪的东西 除了古籍写和谷慧之之外 做了一队 由宣传师姐带队的黑暗队 攀任比赛 是三个人作菜 每人20分钟去轮流煮食 食材 可以在场地中间拿 用完就没有了 不过可以在学校的其他地方 找食材补充 而一个人在煮的时候 其他队员是不能出声提示的 古籍写的第一盘就是李智 他本来想炒饭 但是20分钟是不够煮饭的 所以他就转了去煮汤了 冯太郎就在会室的窗 吃着刚才的饼 在看比赛 李智的汤很顺利地煮 直到外流 接力去到第二盘 外流的盘任非常了得 供主定饭留给第三盘 而宣传师姐那边 也在黑暗料理上努力着 他们真是很黑暗 外流非常快手快脚 一连做了好几个料理 但李智发现 外流就快用了所有食材了 立刻用身体语言提醒外流 但外流完全握不到 这样下去 第三盘的医员就会没了食材用 20分钟过去 外流回到后面 李智告诉他的时候 他才发现医员已经没有可以用的食材了 而在曼仪式的医员挖完海报之后 都九秒九钟去会场比赛 但来到之后 就发现只剩下一些用正的食材 不知道可以煮什么 正当医员努力想着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凤太郎在会室窗边带着李智 叫他来窗的下面 凤太郎 把刚才换回来的面粉丢给李智 李智做了面粉交给医员 那么他就有多些方法去煮食了 医员 最后就想到可以用面粉煮个炸杂 但是当他想去找汤壳去炸的时候 发现他在料理台上面 根本没有汤壳 医员就立刻问主持了 主持怕了怕 立刻找了汤壳给医员 最后医员拿到汤壳去炸 及时完成一个炸杂的饭 最后 盘仁比赛由古直写胜出 凤太郎仔会失听着的结果 并且小声拍手 盘仁写的写章 在比赛结束之后 跟古直写道歉 说明明事前有检查过 但比赛都不见了汤壳 是他们的疏忽 外流听到之后 就感觉到石油叫气 所以他走去料理台 最后 让他找到一张字 就是十文字留下的偷野纸条 而纸条下面的 就是文化制的导蓝书 究竟 一连串的偷渡事件 是什么事呢 十文字 到底是谁呢 又是怎样令凤太郎 去推理呢 据留意下星期的 冰果 今集说故事 是冰果的第12到14集 故事是小说 富德里亚扶牙的迅序的 上半部分 名字真的很长 这个故事比较麻烦 因为会涉及一些日文的读音 所以第一次提到一些推理相关的事物的时候 我都有补充当中的日文读音 应该是有些明显 本来我想过 加多几个日文来找咬一下市场 但我日文太废了 最后决定我只是读一些必要读的日文 所有故事里面 提到的日文 都一定会和推理有关 不过暂时推理的要素都未齐全 所以未可以知道全部的真相 不过当中已经有点眉目 可以推理得出来的了 今集冰果讲的就是文化制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多不多校园番 因为校园番里面文化制是用到烂的题材 不过冰果的文化制 我觉得是校园题材之中的乙女 虽然我觉得文化制 剧情组得最好的始终都是辉野机 不过冰果的文化制也是玩得很好的 我是很喜欢的 最后阿科文的问题就问一下 一些和这个推理故事有关的问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经典的推理小说呢 有没有看过阿婆 即是阿加沙 克里斯丁的推理小说呢 没错 今次的推理是会和阿婆有关的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阿婆有什么小说 那你今次基本上可以得到的资讯已经很多了 话说阿南的作者青山江昌都很喜欢阿婆的 阿南的列车片的主线 就是致敬阿婆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经典的阿婆故事 以后有机会可以讲一下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们终于终于逢星期夜晚9点 逢星期五8点出片 逢星期二夜晚9点 逢星期五夜晚10点的直播 喜欢影片的按赞留言在上面 还有订阅关注频道 还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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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下回分解 无人心患人小说 大家可以看下都是很好看